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航天员操作 绩效影响研究相关工作 单项实验利用空间站任务长期载轨特点 依托载轨训练和实试验任务等安排 选定参与研究的项目 航天员在完成各项目操作后 填写操作用时 疲劳量表和脑力负荷量表 地面科研人员通过收集和分析航天员载轨操作绩效数据 初步掌握航天员飞行任务 操作技能变化特点和规律 国家太空实验室内 空间材料科学 微重力流体物力与燃烧科学等领域 实验持续开展中 城主按计划进行了相关实验样品的更换 同时完成了无容器柜实验枪体清理 轴心机构电机维护 是窗盖镜片更换的工作 此外 城主与地面科研人员密切协同 利用载荷自动进出舱功能 顺利完成了舱外载荷的回舱工作 在空间站内环境监测方面 城主开展了个人噪声暴露剂量测量 声环境监测的工作 有助于评估和改善空间站内的升学环境 在站内设备检查维护方面 多项工作相继开展 城主完成了再生生保系统电解质氧补水 部分组件更换 以及生物实验样品下行预冷支持装置转移等工作 该装置如同一台小型制冷机 能在实验样品返回地面前 预新冷冻或冷藏下行冷包相变材料 去保装载在下行冷包中的样品 在返回地球的过程中持续保鲜 为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应急处置能力 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定期开展 此次演练主要模拟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 三名航天员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 上周城组按计划开展的医疗救护载轨训练 在进一步熟悉设备位置 复习使用方法 巩固操作流程和技能的同时 通过训练感受天地差异 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 失利特性等 在健康维护与保障方面 城组按计划开展了眼压及眼底检查 质量测量 神经肌肉刺激等 有助于监测并维护旁天员身体状况 此外 城组定期开展了舱内清洁 物资整理及垃圾转运存放等工作 确保空间站内部环境洁净 持续入秋 岁月静好 宇宙浩渺 探索不息 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